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振迪从小就帮忙父亲采收芒果 动作相当熟练 一下子就采了一堆 他硬的时候 就会有发出一个很坚硬 这个阻止坚硬碰撞的声音 有声音 那如果成熟的 你去碰它 因为它已经成熟 它质地比较软 所以就不会发出声音 那个就是成熟 陈振迪高职读气修科 毕业后从事过保险业务等工作 不过他从小而入木染 地务农并不陌生 在社会闯荡几年后 决定帮父亲种土芒果 倒也得心应手 我们现在就是比较 越来越少使用化学肥 化学的东西 化学肥料 然后农药这些东西 尽量就是以 比较天然的有机资产 或者是一些 比较对大地 不会造成伤害那么大的 一些资产 陈振迪说为了提升芒果品质 他决定不使用化学肥料 全用有机肥 试了两年他发现芒果香气 口感都提升了 我们不用化学肥料 对 因为化学肥料虽然它那个功 它的那个效果很快就会看到 但是其实芒果的那个口感 吃起来跟香味没有比较 而且反而有时候 如果化学肥料太多的话 吃起来芒果会咬舌头 为了提升芒果品质 蔬果也不能马虎 陈振迪拿着绑着剪刀的竹竿 拉绳控制剪刀剪下枝条上的小颗芒果 却无存经 为的就是让养分集中 这样不会很可惜 但是我们看的是未来 因为有时候十几颗 它全部都不会长大的话 第一它很容易长虫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采的时候 要采很多颗 然后价钱又 没有一颗大颗的那么好 然后在装箱的时候 也是要装很多箱很麻烦 盐浦香 三地门香 马家香 是平农县土芒果主要产地 陈振迪说 平北这一带土壤排水性良好 且多数是硕林超过50年的老丛土芒果树 种出来的芒果特别香甜 深受消费者喜爱 为什么我们这一带种比较 为什么土芒果都会集中在 盐浦三地门这一块 因为我们这边的第一我们这边的土地 它比较属于盐质跟那个石头比较多 它的我们说的头发比较少 那头发比较多 适合种林物那种 因为芒果它喜欢比较排水性良好的土地 那排水性良好 然后它的甜度会比较高 采收下来的芒果 用重量分选积分出大小颗后 陈振迪再用经验判断品质 分集装箱 等到完成出货时 陈振迪会将蔬果剪下来的五分熟的柚果 加工研制成酸甜的情人果 在产季它非常忙碌 看着孩子愿意跟着自己务农 陈爸爸很开心也很心疼 因为田间工作不轻松 要要承担随意结果压力不小 他要来做 我是觉得真好 但是我看 我自己本身在做 他还要来做我的表面 我感觉说 人家都没有这样 对啦 差不多就是这个 对啦 我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辛苦 还要怎么说 承担性要做完 好再次 你都要自己鼓担 所以抗压性要做好做好 既然决定从农 陈振迪也很努力精进农业知识 他说因为过去传统农业靠天吃饭 既出多仰赖经验传承 他希望学习更多农业新知 于是去上县府农业大学基础班 学习土壤肥料与病虫害管理及诊断技术 还有农药钙论及食物等栽培技术获益良多 最大的收获 其实都有 从田间栽培管理到肥料都有 我觉得这个收获是蛮多的 全方位都有 甚至是当农业大学整个全部的同学 都还是有在做农业上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分享 陈振迪表示 农业大学是提升专业和农友 互相交流的平台 农忙之余他会再上专修班 学习农产品加工行销 农业成本分析与利润等 期盼传承父亲的农业技术 再加上努力精进农业知能 在农业闯出一天天